最近收到一位粉丝的留言 每次同房 我都不知道老婆有没有满足 女性一般多长时间才最满足 看到这则消息 觉得这类粉丝在生活中 一定是个个关注妻子感受 体察妻子情绪的好男人 一直以来 女性关于性的需求 都是不敢说出口且不被看见的 对待性 男人向来习惯了我行我素 女人向来习惯了被动承受 但一次愉热的性体验 应该是夫妻双方都享受其中的 对于人类来说 性不仅仅是性 性是一种语言 是一座桥梁 是从孤独通往亲密的所在 是建立彼此相属的融入 婚姻生活 性很重要 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 一次满足的夫妻生活 对自身的健康 情绪都有很大步的益处 那么对于女性而言 最满意的夫妻生活时长是多久 时间越长 女性越舒服吗 为此工作室采访了30位女性 我们来听听她们的真实感受 第一位最初的冲动上头和新鲜劲都过去了 还没结束 我就会很反感 因为后续的动作无法带来兴奋感和刺激 反而会觉得酸痛 胀痛时间越长越难受 第二位那种感觉就像 你不想动的时候 却有人在不断地推着你的身体 不让你休息 不让你休息 那过程很难熬 除了无感就是焦躁 第三位别提了别提了 每次结束后都腰酸背痛 第二天更是 如果适当结束就不会这样 太受罪了 时间长的时候 如果不是照顾她的自尊心 我都想直接拒绝继续了 最满意的时长 到底是多久 长时间以来 我们都存在着一种固有认知 同房时间越长 满意度越高 但其实时长并不能决定夫妻生活的质量 长来者的同房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前夕 实质过程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比兰德学院的研究仍然 在随机调查了上千人后 发现夫妻生活时长 也就是同房的实质过程 在7到13分钟时最为适宜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如果同房的实质过程 超过13分钟 身体会感觉非常疲乏 哪怕睡一觉也容易经历不济 但如果低于7分钟 则会有意犹未尽之感 无法很好地享受其中 实际上各国夫妻的同房时间 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长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 多个国家国民夫妻生活 不包含前后戏 平均时间为4分24秒 荷兰乌德瑞治大学 公布的一项研究子显示 英国男性的平均时长为7分36秒 所以大家实在没必要太过纠结于时长 其实受夫妻的身体状况 年龄差异 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每个人在同房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 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而且就算是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环境 天气生理状况或精神状态下 同房市场也会有所变化 状态好的时候 坚持的就久一点 状态不好的时候 也可能刚开始就结束 说白了夫妻生活坚持多久 才能让对方满意 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 时间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大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双方的需求是否被满足 是否从夫妻生活中感受到精神愉悦 实时关注对方的需求和情绪 才是让伴侣提高夫妻生活满意度的体重之一 前戏后戏很重要 不能忽视 在夫妻生活中 女性比男性更为卖热 男性是视觉动物 随时都能进入状态 但女性则截然不同 女性想要进入理想状态 需要慢慢激发和引导 也就是需要男性们耐着性子做好前戏 前戏的过程 最好保持在6到10分钟 男性可以通过说情话 抚摸和亲满 充分调动女性的欲望 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男性会刻意缩短或忽略这个过程 只关注自己的感受 这样会使伴侣体会不到同房的乐趣 进而影响夫妻感情 此外除了前戏 除了前戏 后戏对于提高女性的夫妻生活满意度 也非常重要 男性的性巅峰往往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就像是一场暴风雨 来时震天动力 瞬息之间又会明经收兵 但女性的性巅峰则不仅来得慢 去得也慢 很多男性结束后不是呼呼大睡 就是去抽一根事后烟 事后烟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此时女性的性兴奋还没有消退 男性的这种行为 会让女性觉得自己被冷落 很容易影响夫妻感情 所以每次同房后 每次同房后 我们也应该保持五到十分钟左右的后戏 多抱抱她 亲吻她和她轻声细语的聊会天 用轻柔的动作抚慰她 这样可以让可以让伴侣产生更多的满足感 这儿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 新华大学育权医院性医学科主治医师杨大中表示 前期同房的实质过程 后期的最佳时间分配比是二三二 当然数据只是一个参考 我们也没必要死板的照做 最重要的是 男性在夫妻生活中 不要去敷衍了事 不要追求单方面的快乐 而应该多花点功夫和心思在伴侣身上 夫妻双方都感到满意 才是一场满美的夫妻生活 如果想拥有一次双方都满意的夫妻生活 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一 改善环境 舒适的环境 可以帮助我们创造良好的性体验 房间要保持整洁干净 床和床上用品不应该太脏 周边环境要足够安静 我们还可以点个香薰或氛围灯 这样能有效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 二 调节情绪 夫妻生活需要保持全身的放松和良好的情绪 我们要避免因为之前一些不好的体验 引起自卑感及紧张心理 请尽可能保持平和的心态 甩料情绪抱负 三 提升体能 身体健康状况和体质 也会影响男性办事的能力 平常没事应该多进行运动锻炼 跑步游泳 爬山打球都可以 此外应侧重加强腰腹和腿部训练 齐刚运动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每天做三组 一组50次 能有效提高持久力 四 重重沟通偷七 夫妻双方一定要多沟通 交流助于了解对方的需求 改进夫妻生活上不足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表达方式 少些责备多些赞美 维安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免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 只有双方都真正关注 倾听和理解对方 才能最充分地享受性 增进夫妻感情 高质量的夫妻生活 不仅能给双方带来愉悦和肉欲 还能增加夫妻感情 适量的夫妻生活对身体有益 一 防止大脑老化 大多数性欲强烈了男性 一般经历 记忆力和意志力都很强 这也说明适当的夫妻生活 确实对大脑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适当的夫妻生活 有助于防止大脑老化 促进新陈代谢 记忆力也很强 但是你不应该在适当的次数内 频繁发生性行为 二 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 夫妻生活和谐的夫妻 至少比普通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低 夫妻生活可以使骨盆 四肢关节 肌肉 脊椎更加活跃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心脏功能和肺活量 三 促进体内血液循环 适度的夫妻生活会加快血液循环 平衡新陈代谢 夫妻生活中的皮肤摩擦 也能增加皮肤的活力 使皮肤光滑细腻 起到预防和治疗皮肤病的作用 四 提高免疫力 夫妻生活可以平衡肾上腺素的分泌 肌肉先收缩 后放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使免疫系统保持在较好的状态 五 缓解压力 选择用性来缓解精神压力 适当的性爱确实可以缓解压力 促进婚姻生活的和谐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阴阳平衡的作用 但是需要使用性来正确解压 持有适当的性 才能形成促进健康 增进感情的良性循环 六 有助于消除女性失眠 体验了和谐的夫妻生活后 紧张兴奋的身体开始放松 肌肉也在得到满足后的疲倦中舒展开来 睡意会非常充足 而且你的夫妻生活越幸福 之后就越容易入睡 七 缓解经前综合症 月经前5到7天 流入骨盆的血流量增加 可能会引起肿胀和静卵 导致负胀或负痛 这些不适症状会导致大脑供血减少 导致头痛 精神紧张 烦躁等症状 八经液有助于女性私处消毒 长期没有夫妻生活的女性 更容易患妇科等疾病 当然 这里指的是健康蛮精的体液 如果男人不注意卫生 或者感染了疾病 或者久后发生性行为 这样的体液只会破坏女性的私处 求促进女性生殖健康 夫妻生活可以促进女性生殖健康 而磁激素可以使女性 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结构和功能 与偶尔发生性行为的女性相比 有规律性行为的女性磁激素水平要高得多 十 延缓女性衰老 女人35岁以后 短潮功能开始退化 体内磁激素分泌减少 磁激素水平失衡 女性的衰老也随之而来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住青春吗 当然 除了良好的生活方式 良好的运动习惯 以及良好的夫妻生活 在夫妻生活中 男人想让女人满意 需要常做三件事 夫妻之间的生活影响这一段婚姻的成败 如果夫妻在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或者说两个人成为了陌生人 在这样的状态下也就无法收获幸福 甚至可能造成婚姻的破裂 每个人的婚姻都是不同的 有的人能够和自己的爱人白头到老 而有的人却只能和自己的爱人分开 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就在夫妻生活当中 每个人在走进婚姻之后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有的夫妻在生活当中是天天吵架 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关心呵护对方的举动 甚至彼此都看不惯对方 那么这样的生活又怎么可能幸福呢 最终唯一的结果就是离婚 因此每一对夫妻都应该尽己所能 让彼此的生活幸福起来 让两个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同时让彼此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和谐的状态 达到了这两方面的目标 也就能够让夫妻白头到老 男人在结婚之后需要关心呵护自己的妻子 同时也需要和自己的妻子创造一个和谐安稳的环境 这是男人在结婚之后对妻子的一种责任 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走进婚姻之后 要想生活 能够让自己的妻子满意 就需要常做三件事情 通过这些行为就能够和自己的妻子保持恩爱的状态 同时让两个人的生活处于一种和谐的情况 一 经常帮妻子分担家务 每个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婚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两个人共同去承担的 绝对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一方 每个人都应该帮这个家庭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是婚姻的一个真谛 可是现实生活中一部分男人并没有这样考虑 很多时候男人觉得所有的家务都应该妻子来做 因此每天在和妻子下班之后 妻子下班之后 都是男人躺在沙发上而让妻子去做所谓的事情 男人的这种想法明显是错误的 会让自己的妻子很累 同时会很寒心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必须要经常帮着妻子去做家务 平常的时候可以帮着妻子做饭 同时也可以帮助自己的妻子收拾屋子 而经常知道情趣 在很多中年夫妻当中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冷淡的 甚至是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话说 两个人之间没有浪漫和激情 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会让两个人都忍受不了 当一对夫妻处于这种婚姻状态的时候 他对婚姻的信心肯定会逐渐减弱 对爱人的感情也会逐渐变淡 这对于婚姻不利 因此男人在生活当中就应该经常制造一些情趣 这样才能够收获幸福 男人经常对自己的妻子说一说情况 可以经常约着妻子去过二人世界 平常的时候都被自己的妻子讲一些笑话 让整个家庭的气氛热烈起来 这样也就能够让自己的妻子对婚姻满意 三 经常和妻子沟通 很多中年夫妻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两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沟通交流 平常的时候产生的误会也不去沟通 两个人心里有什么想法也不告诉对方 于是导致两个人之间越来越冷淡 当夫妻之间出现这种现象之后 就会让两个人对婚姻都不满意 彼此甚至会对自己的婚姻失去信心 因此男人在结婚之后 就应该经常和自己的妻子沟通 这样能够让自己的妻子满意 男人可以经常把自己的心里话 告诉给自己的妻子 可以经常和自己的妻子沟通一些误会 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够让自己和妻子互相了解 同时也避免了让两个人之间产生矛盾 一段婚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夫妻两个人共同努力 在夫妻生活当中需要让彼此都满意 只有如此丈夫和妻子才能够一直保持 最终能够白涂到了 所以建议男人要想让自己的妻子满意 那么就需要在夫妻生活当中 经常去做上述的三件事情 通过这些行为就能够 垫垫和妻子之间的情感基础 让自己的妻子对婚姻一直有信心 感谢观看